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歐立傑歐立傑 你是韭菜嗎?你被當作韭菜收割了嗎? 還是你都在收割韭菜啊? 這是一個完全不想負責任投資分享報導的頻道 是一個教你如何賠錢的頻道 不招收會員,不收費 只想分享經驗跟取暖 沒有錯,就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來賺流量 只需要,只需要 只需要你的訂閱以及分享 參考的經驗呢,是一個被割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內容可以跟你保證完全是看圖說故事 你沒有聽錯,就是看圖說故事 影片錄製的方式呢,都採直播的方式去錄製 比較沒有後製 字幕是用手機軟體去排版的 所以有錯別字的部分,請多多見諒 那接下來呢,我會用最實際的數值 以及直白的語言 跟你分享這個標的物 這個市場 你看不懂的 右上角有齒輪可以點選回放 看個100次 看個1000次 看到你懂為止 那影片的過程當中 會有示意圖 你再用示意圖去對照你的標的物 看有無相同走法 你就會知道你現在持有跟你現在買的價格 是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還是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入 標的物格局分享的環節 那麼首先我們進入台詞競拳後 去看我們今天台詞的走勢 昨天記得沒錯的話,我們是抓大概 看起來應該是像昨天的格局面 這個格局變大了 我們第一點可能要修正一下 下面寫880 上面寫 990 得到110塊橫盤的格局 上下都有達正 那麼有站上去 明後天有站上去 這個 060站上去不再收回來 那有可能不排除 明天去挑戰15100 清零 那清零之下 這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那麼880 萬一失手的話 沒錯,就是往下 再減100點 應該可以去觀察 770 左右的橫盤格局 類似這樣 那 台詞競拳 高點觀察 990 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現在收回來 夜盤就觀察 他有沒有趕快站回去 那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要去880 或900 左右的價格 去等他 880 至900 有像這樣走橫盤 出現那個 那個 大 大長大跌之前 一些一些跡象 或者說去840 那邊等他 因為早盤最低 我看有到840 我們抓850好了 850左右的價格 那如果說我們去抓850的價格 那個可能要重新規劃一次 因為這是昨天 奧力給的那個建議 那一樣 大長大跌以後呢 第一個高點不要急著吃 這邊可能要觀察860 那這邊可能要觀察大概多少 020好了 因為格局改變了嘛 那我們要抓新的格局的 規劃 860 020 噴出下來 下面寫860 這邊寫 020 那麼我們得到了整個 這個橫盤的格局 大概是 160點 那有可能不排除 未來這幾天 這個禮拜就是走這 160點的橫盤格局 那麼有噴出 有噴出的話 020站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整個往上在嘎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 去挑戰多少 沒錯就是 15 180 越喊越高 噢那麼 萬一噢 那個860失手的話 一樣就是大概700左右的價格 等他 因為這是我們參考昨天跟 今天的格局 帶給我們 明後天我們 可能要做的格局跟 交易計劃的 規劃 那就一樣 盡量吃在這個下緣 像這樣 上去下來有尖尖的在上面 然後不再破底 或像這樣 要做空的 就觀察這條 就是有個頭 捅出去 然後又是之前的 相對的 關鍵位置 然後又不小心 又給他收回來 那很有可能 就會去撤起掌點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積電噢 噴出以後不要急著吃 那一樣 我們又做到 做他新的交易規劃 低點抓505 高點抓多少 515 橫盤格局 大概10塊錢 那有可能不排除 這個禮拜他就走 505跟515的 橫盤格局 去累積一些量能 看是要往上或是往下 一樣 低點寫505 高點寫515 那麼我們得到10塊橫盤的格局 有可能不排除 這禮拜 整個禮拜 在這邊走 那麼有噴出的話 就觀察525 還有這個515站上去 不能再收回來 這都是很關鍵的位置 那麼515萬一失守 沒錯就是495等他 不要懷疑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連發哥 一樣 大漲大跌後 終於有個低 有走橫盤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抓694 跟多少 718 去做他這禮拜 橫盤格局的規劃 下面寫694 上面寫718 噴出上去下來 694 718 那他要回到大概多少 24塊 24塊橫盤的格局 波幅也比較大一點 比較符合他那個 當日沖跟隔日沖的波幅 奧利給場景 大概在 25塊左右 目前看到有24塊的餘生 就符合他 這禮拜有可能不排除這樣上下席 那麼718要觀察什麼 觀察噴出去如果沒有再站回來 他往上的等幅測距大概是多少 沒有錯就是742 694萬14首 沒有錯就是670 連發哥大概這樣 低點觀察694 高點觀察718 噴出觀察712 跌破觀察670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長榮 符合奧利給昨天算了 他噴出等幅測距 一波再一波 就來到了106 那 記得沒錯的話 奧利給之前規劃大概4塊半 那4塊半怎麼來的 我們就是抓 抓這裡 抓這一段 做停存的等幅測距有4塊半 那目前還沒看到橫盤 但是也建議不要追高 至少 像這樣有橫盤有高有低 我們再布局看看 會比較好一點 那麼 如果說要抓的話 可能就要這樣抓了啦 假設高點我們就抓106 那我們預估他橫盤破幅呢 可能大概4塊半 就大概這樣 上面就寫10 106 這邊可能寫個102 或者是101 都可以 那把4塊余生規劃出來 有可能不排除呢 他這邊上去下來 回踩 看他有像這樣走橫 你就跟著布局這個位置吃看看 那一樣這邊有吃到的 這邊要去記得調節 該調節的都要調節 那麼萬一有噴上去 明後天可能要觀察110 就是116站上去沒有收回來的話 最好 多單的建立 最好是像這樣 假設我們預估在102 這樣有跌破再站回來 打個類似一個小V 在下面這樣吃單會比較好一點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紅骸有沒有 109又出道了 那格局就還是一樣 有可能不排除 半個月一個月都有可能 那沒關係我們該做的 盤整格局規劃都要 去把它做出來 第一點就是 這剛好有寫好了 奧力給比較不用寫 第一點就是觀察106 這個價格 高點就觀察這個 那我們得到大概2.5塊的 余生 那有可能不排除這樣走橫盤 那麼有在供上去 一樣還是觀察112 那106萬1四首沒錯 就是 大概是103.5左右價格等他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原大高股形 這很標準的噴出去沒有再收回來 建議還是不要追高啊 觀察這邊 支撐有沒有變壓力 那我們就抓大概這裡 他的盤整坡幅大概是0.5角 那這個滿足區 應該殺到多少 看一下喔不好意思 28.72 差不多好大概0.5角就到了 就大概抓這裡 滿足區快到了 提醒一下 但是有可能走0.5角 0.5角 有一天的橫盤格局一直上去 28.7 那這裡得到0.5塊的橫盤格局 他沒有人直接供嘛 供又沒收回這個價格 那就會形成他等輔測距往上 那明後天就是觀察大概 29.2 那有可能這個0.5塊 就這樣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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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供上去也有可能不排除 那一樣要再加碼的要再建倉的 還是等他的橫盤 那有可能不排除明後天會走 2.92跟2.87橫盤的格局 那如果說有再上去 沒錯就是大概29.7 加0.5塊 的格局一直上去 那萬一28.2 28.7失手又灌回28.2再失手的話 就去哪裡等他 大概是27.7 左右的價格 好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00050 好這橫盤出來 抓這裡 118 119 大概一塊半 就這樣抓 比較好規劃 價格都寫好了 奧利給就不用再寫一次 低點觀察這個 高點觀察這個 那我們看這個就得到 大概1.5塊 有可能不排除 這樣走 一兩個禮拜 三五天都不一定 那麼 119.5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我們可能要去哪裡 我們可能要觀察那個價格 沒錯就是大概 121 121 萬一 萬一 118失手的話 就是116點 好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HTC 大漲大鐵以後不要急著吃 但是在這邊高不過高 就看了就有點比較 做多的比較不喜歡 那沒關係 我們一樣是抓他3塊半 波幅的格局 去推估他明後天應該怎麼走 那目前看就是60.5 開始支撐 本來是支撐變壓力 那個 回檔就是 大概 大概2塊半 好 那就抓58跟60.5 這應該要上去要到62 結果沒有 這個奧利碟就比較不喜歡 做多的也很不喜歡看到這個 至少要到這裡 結果沒有 直到這裡 走這裡 那一樣我們把它寫出來 下面寫58 上面寫60 5 得到了2.5塊的橫盤格局 有可能不擺除在這邊一直橫 有上去有60.5站上去沒有再收 沒錯下一關就觀察63 之前是支撐 然後現在有可能變壓力的地方 那麼58在失手的話 就去那等他 沒錯就是大概56 點 55.5 大概是55.5的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連電噴 噴出後有個高有個低 這價格就至關重要了 40.4 12.3 有可能不排除會走一整個禮拜的橫盤格局 這個我們都要預估好 那一樣下面就寫40.4 哇寫得有點稠再寫 40.4 上去就觀察多少 41.9 那麼我們得到大概1.5塊 橫盤坡幅的格局 那麼41.9供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我們下一關可能要觀察哪裡 沒錯 就是43 43.4 那麼40.4萬一再失手 沒錯就是大概38 39 39左右的價格等他 或是38.9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陽明一樣噴出做噴出段的業務行為 那一樣我們先觀察之前的高低點 這個很重要 90.4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還有這個96 那我們得到大概4塊余生的格局 那一樣我們就寫他的教育計劃 這邊寫90 這邊寫 96 86 所以 86寫在下面 90寫在上面 可以戳不能收在90以下 那我們得到4塊的橫盤格局 那他往上做一個等幅測區呢 米諾店就觀察94 那86萬一失手就觀察82 那有可能不排除 會走94 98 98 然後一直加4塊的格局一直上去 但是那不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要做的是等他有恆 我們再跟著佈局看看 這樣會比較穩妥一點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滑棒店喔 向下表態 做這一波的等幅測區 這格局感覺有點變大的感覺啦 那麼沒關係喔 我們抓他繼續 一塊的橫盤格局去做他的教育規劃 因為他目前沒有高沒有低啦 只能用上次的支撐變壓力的地方去做 格局的規劃 這記得沒錯的話 假設抓21.1 那個在這裡大概就是22.1 一塊的橫盤格局 像在上面這樣子 有站上去就觀察23 有跌破就觀察20 滑棒店大概這樣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長程喔 目前看來還是格局內 但是格局一直一直慢慢放大 向上放大 那我們勉強人做只能觀察這個8.1跟這個7.3 去做他交易格局的規劃 那一樣目前看來還是格局內 中間雙8區盡量不要建倉不要動 8.1有過你再調節 都應該調節得到 那一樣這邊寫7.3這邊寫8.1 得到8塊餘勝的格局 這個不知道幾次的 這一次包含這張第五次第六次 已經調到這張幾乎是打對折的成本了 那麼有噴上去 沒錯還是觀察89 90 對89 那麼7.3萬一再失手了 沒錯就去大概6 6.5左右價格等他 回到上次的起場點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牙齁 一樣齁 他是橫在之前的大格局裡面齁 那一樣這台牙我們就抓這裡 應該就可以斷出一些端倪齁 橫盤格局大概是1塊半 有時候我會抓大約 你們再去推 推那個 大約的價格 這不一定是 奧利給講的那麼準 假如我抓38 點8好了齁 這個可能抓 39.8 然後得到大約1塊 就是這個餘勝的格局 那明後天有供上去呢 沒錯就是大概40.8 萬一38.8 失手就是37.8 等他 好那請我們看下一檔 台聖哥 一樣齁 這一檔要吃建議盡量吃在這個價格 目前看來是格局內我們可以抓162餘生的價格 抓多少174 174可以戳 不可以說下來 目前在174上緣戳 這比較符合多方的慣性 但是呢 那個台的那個角度有點不夠大 這一點就比較可惜 那有沒沒單的要佈局建議等162 那已經吃好了要出就先出17 174左右應該都出得到 那有可能不排除我走這12塊的橫盤格局 哇 這100多塊的 股票喔 波幅就每天大概有10塊以上喔 這種波幅都是奧利給比較喜歡的標的物 那麼噴出去齁 下一關就觀察186 遺跡是站上去沒有跌回來 162萬一失手就去150等他 有可能不排除這整個禮拜都在這邊橫 還有這個177也要觀察 他有可能走這177向下撿12塊的橫盤格局 啊所以162或者是 或者是多少 165 162至165 左右的橫盤格局都值得注意去觀察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張 光耀 目前是走這一段的那個啊可是沒有嘎上去這有點可惜 只能說用這個去判斷 判斷他又回到大概 多少 26 今天有到26 我們抓到26跟24 去做他兩塊的U行為的規劃 下面寫24上面寫26 噴出下去 明後天應該有機會去回到他之前大格局的上緣 好 2426得到兩塊余聖的橫盤格局 噴出就觀察28 24萬14手就去22等他 哇這個這個 2 大概是24至28 這段走很久了 應該四五次以上應該有了 都記得調節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新勝利 有沒有大概3535都出的到貨 35跟32 好 他格局不錯還慢慢調調上去 那就是觀察35再上去不能收回來 他本來是有5塊到6塊啦但是這兩天盤有點壓縮 那沒關係我們就做壓縮盤應該做的業務行為 大的格局你們可以看之前的影片啊因為我們這個都是做 當日 隔日充跟當充的那個一些 一些可能要注意進場價位的觀察 那我們這邊觀察到他破斧大概3塊 32吃的到35也出的到 那麼有嘎上去就觀察38當然之前還有個36 那麼32萬14手就去29等他 當然還有個30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雙紅 雙紅之後做了一個比較大的我記得是150 150跟160破翻的格局 這個要到170 結果沒有到 有有有到不好意思 那一樣他回到他10塊的格局 那我們要抓可能就要這樣抓 大家心裡會比較有個底比較好抓 因為這檔的破斧我們看了很多次了 他的破斧大概在10塊左右 那上人就寫170 下人就寫160 盡量建倉的部位 得到橫盤格局大概10塊 這禮拜有可能都這樣走 那麼17有站上去不再收回 下一關就觀察180 160外失守 沒錯就去150 價格等他 好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恭喜原成再度創新高 新高以後新格局是多少 這邊建議就不要動了 如果說你是打加碼的 就只能觀察13.5塊 他一樣走他一塊一塊的格局 就符合奧利基說的 比較屬 多方的標準格局 畫一個比較大格局給大家看 大家就知道奧利基在講什麼 大漲大碟以前不要急著吃 漲上去要觀察支撐有沒有變壓力 可以戳不能收回來 然後他就會走什麼 假設這邊寫8塊 這邊寫 10塊 是 11塊好了 正式攻速大概11塊 12塊 13塊 中間小數點 我暫時忽略 因為我是做一個比較大的那個標準格局 就是他在軋空會走的 做多啦 做多會看到的那個圖形 給大家看 多方跟空方比較不一樣 多方的格局他就是會 噴出 然後走橫回側 噴出 走橫回側 噴出 掃橫回側 然後再噴出 掃橫回側 我們由下面去推斷 假設 從下面推出來大概是1塊的話 他就是這樣 1塊 加1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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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哪裡 叫他下樓 到底有天 你看到這樣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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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架到什麼時候 就堵他到天花板就對了 那明後天 一樣 他目前是13.5 的 本來是壓力 然後14.5 14.5 也有穿過去了 那有可能不來 就走 13.5跟14.5分半的整理格局 那麼沒錯 14.5再上去 就觀察15.5 大概這樣 那我們看下一檔 這檔又回到他173 173原油的價格 你看這邊 也不是那個 奧利哥說的 確實就是 之前主力 跟之前一些套老弟 用在這邊 套一堆 所以在173容易 走橫盤 所以你建多單的價格 千萬千萬不要去建在173 你勉強要再做進單 再做加碼的話 只能去做大概這裡 168 168跟173 當然已經反彈了 是不太建議在做那個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加碼 要再抄的話 只能建議這樣吃 下面寫168 上面寫173 噴出下 就是你底單很多的 你想再加碼 賺更多的 一樣防守記得手 要不然這個回檔都是 波幅會比較大 萬一有遇到回檔的話 得到他 破橫盤 新高的格局 大概是5塊錢的餘生 那173有上去 明天就觀察178 那168萬是什麼 沒錯就回到163去等他 繼續走他10塊的 業務行為 那所以我們看下一檔 浴龍有沒有 不管怎樣 新高新低都不要接 先把餘生找出來 那這檔的餘生 沒錯就是大概179跟176 都是都吃得到單子的位置 今天有做一個新高的表現了嘛 那有可能不排除 179他不再收回來 明天去站哪裡 176 179 沒錯 明後店就觀察182 今天有點可惜 至少要穿一下再回來 會比較 好一點 但是好的是 他是收在179以上 這也是對這股票比較好的那個 幫助 那176萬是什麼 沒錯就173等他 浴龍大概這樣子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元泰 創新高新低以後會有個新的格局 沒錯就把格局劃出來 195跟205 這可能要抓這裡 觀察這個價位22點 22 22跟192 好 這樣比較好抓 這裡寫193 這裡寫202 噴出 上去下來 193 202 我們得到多少呢 大概9塊橫盤的格局 這個拖上去上來 這個奧力比較不喜歡 容易打回起場點 有沒有 剛好有一個安理 那沒關係 你如果想在建倉 不要急 盡量去等193 防守還是 該停損還是要停損 那麼 9塊 9塊的橫盤格局 如果再攻上去的話 下一關就觀察 211 那193萬一失守 去哪裡等他 沒錯就是184等他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楊華 沒有橫盤 只有 只有橫盤 沒有上 沒有 只有下 沒有上 這個是 奧力 也不喜歡的標的物 但是我們對過來看一下 比較大的格局 他可能在走28這一波 那可以的話 今天奧力也是 奧力也是建議你們來 大概27這邊去等 他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現在是走向下個 這剛好就浮案 再用這個案例做給大家看 看多跟看空 格局跟走勢 一開始 你可能不知道 在講什麼 剛好 這陣子 這 今天是 快一個月了 這一個多月來 奧力給做的那個 格局 交易分析 在強調的觀念 有時候一開始講太多 你們可能 沒遇到不知道 這時候剛好就有個慣例 做多的 做多的會下面等 橫盤有個高有個低 然後做多的標準 他的標準 標準走跑是這樣子 上去 創一個新高 要下來 上去創一個新要下來 上去創一個新要下來 然後都沒有 沒有在走 都是上樓梯的階段 那做空呢 做空會比較快 他第一個 第一個失手以後 像這樣上去 高 不再過前高 然後又下來 然後直接灌下來 有時候在空 可能會更快 可能這樣直接下來 比較沒有像做多這樣子 一波一波 有個高有低 有個高有低一直上 空的話可能就灌 灌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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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給你打到下面去 都有可能 那我們回來看 這個陽華 這邊的格局 剛好這邊也畫好寫好了 答案就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點觀察29 那高點觀察30 余生大概1塊錢 有上去的話觀察3 那29在失手 沒說就大概去28等他 我說明天的格局 這檔剛好是多空都有 所以再多講一點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就像剛剛那個陽華 他現在只看到這裡 還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低油高 所以我們就比較不好建議 像這個就比較好建議 至少他格局有出來 我們可以得到答案是 8.1應該都吃得到 還有多少 8.5應該也賣得到 所以我們就做到8.1跟8.5 我去做他明後天格局的規劃 那麼一樣 下面寫8.1 上面寫8.5 噴出上去下來 因為他剛疊完嘛 所以必須 必須累積一些量能 不然我記得他日內坡 日內坡跟隔日沖的話 大概有10塊的格局 那目前看到格局 確實是只有4塊 有可能不排除 這4塊很盤衡一段時間 然後再整個開始向上表態 還是向下表態 那明天就觀察 8.5站上去沒有收回來 8.9 不好意思 剛才接電話 那所以向上的話 就是觀察 8.5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目前看是沒有收 走一個實體 OK 那有可能不排除 明天一開盤就去供8.9 要調節再調節看看 有可能不排除 會在這邊走4塊的 橫盤格局 或是走8塊的 更大的 不是4就是8的橫盤格局 那8.1萬一失守的話 我們就可能要去哪裡 去77等他 好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長榮行 新高新低 有高有低 有橫盤 有沒有 有高有個低 你這邊吃這邊出 都出得到 那我們看觀察 他31跟31.8 大概是這樣 31.8 那這邊寫31 上去下來 那有可能不排除 我走這邊大概 0.8塊 31.8 0.8塊的橫盤格局 有可能不排除 那麼31.8 再上去 就觀察32.6 31.4 就30.2 等他 我們看下一檔 華航一樣 有個高有個低 有沒有 這邊的低點 有創新高拉回的這個吃底點 都是值得關注的位置 那他的橫盤格局 我們看一下 之前大概是多少 21.75 我的格局比較小 大概不到0.5 左右 好 大概這樣抓 下面可能抓 21.4 上面其實抓21.9 好 比較好 去個 21.4 21.9 0.5 橫盤的波幅 有上去的 沒錯 就去 22.4 等他 有下來呢 就是多少 20.9 好 接我們看下一檔 遠傳以後的 新高低格局 大概能抓的 只能抓這樣子 大概一塊 格局開始走壓縮了 可惜的是沒有過88 那麼沒關係 我們就抓這一塊 去做他 教育格局的規劃 76.5 跟77.5 明後天 77.5站上去 沒有再收回來 有可能去站 撞哪裡 撞大概 78 5的價格 那有很不怕有走這一塊的 狠盤 那76.5 萬一是什麼 就是75.5 等他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論太新 有沒有 從一個噴出的格局 有聽到可以說的 應該都可以建倉在55 58出看看 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就留一口底單 賭他到天花板而已 只能做這樣 如果要再加碼 不要急 等他有個高有個低 走個橫盤格局 觀察這個58 有沒有壓力變支撐 大概是這樣 那順便把作業寫一下 這裡 58 上去 下來 這奧利給昨天都有預估啦 還是之前大格局的影片都有預估 你們都可以 去回放 那我們今天是做他 清明 明天跟後天的 教育格局的規劃 明天觀察61 站上去 我們收回來 那有可能不排除 這3塊的整理坡 會在這邊 走橫盤 對啊 那61我出道的58 就可以直接吃看看 或是說60直接打掉 去等58吃看看 這個都可以 可以的話 盡量還是建議等這個 萬一50手 就去大概 52左右等他 跟昨天的格局差不多 我們看下一檔 同態有沒有 這也是標準的 標準圖 先噴上去 然後再下來 有沒有 當然他是漲停啊 沒什麼那個 對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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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上的都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對啊 大概這樣子 啊 要做他格局分析的話 我們只用金盤 去做明後 這邊比如說10.4 11.4 得到他平時 日內坡大概一塊的整理格局 那11.4有上去就觀察12.4 啊 10.4外四首就觀察9.4 同台大概這樣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利基 有沒有 這邊喔 這邊喔 141 141 有沒有 我這個都出得到 那 這 這檔喔 我看一下 認真來講的話 應該要抓這 133跟141 好 目前喔 應該是被鎖在 141 133 這裡的格局裡面喔 啊有時候 那點位沒有到 不要急喔 等看看 啊因為你還有底單在下面喔 啊或是說你還有倉位在下面 我們只是做他盤整盤格局 應該調節的業務行為 有可能這8塊喔 還要再走個一陣子 再看他是要 向上表態 還是向下表態 那麼141有上去喔 下一關就觀察多少 149 那133位四首就先來等他 125 回到他之前大格局的 相對的格局下緣的支撐 啊目前喔 能看到的橫盤格局 大概就這樣 去推估明後天喔 應該 應該會走怎樣的橫盤格局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然後 西滑喔這個噴上去了喔 噴上去了看到怎麼抓 走這邊35 35.5跟38.5號 噴出真的不要急著追啊 喔等他橫盤 再跟著布局吃看看 除非說你下面已經吃很多了 上面又剛好直接出道的喔 你再去出看看 啊這一檔不錯喔 三十幾塊坡 居然有三塊的餘生 那有可能不排除喔 明後天就走這三塊的盤整坡 大概三塊在這邊上下 那麼 39.8號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他的這一坡的滿足區 應該有可能不排除 可以到11.5 11.5左右價格 走他這三塊的優勢來 對啊 那35.5萬一是什麼一樣就撿3塊喔 32.5等他 這檔大概這樣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綠電有沒有 大漲大跌以後 不要急著建倉 必須讓他有個橫盤喔 有上有下我們再開始慢慢監看看 那目前看來確實他橫盤的格局 開始有那麼一點改變的 狀態 那沒關係我們就抓多少呢 抓49.5跟51.5 去做他教育格局的規劃 大概走這裡 上去一下 49.5 51.5 兩塊的餘生 有可能不排除橫隔一段時間 那麼51.5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的話 就去哪裡 沒錯 53.5等他 那49.5萬一是手就去47.5等他 綠電大概這樣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好啦以上就是台子近期的那個教育格局的規劃 股票是天天有的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急著吃單 雙八區也盡量不要做 那這邊順便有那個圖我們再畫給大家看 這餘生價格就大概是這樣子 既然已經知道上緣 上緣是 不建議建倉不建議建倉不建議建倉的位置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下緣等他 或是說他這邊 在這邊有出現類似這樣走橫 走橫 去做他另外新的教育格局的規劃 好啊這樣或許你就可以再跟著吃看看像這樣 有沒有 把這個 會長更會跌之前的 的那個 的格局 分分分那個關注 然後分享出來 這港 奧利給再看 本來是橫版在這裡 有沒有 左邊畫過來是這裡 然後你會發覺這個要抓大一點的圖 不好意思 我這樣就看得懂了 大概到這裡好 這樣就比較好解析 也比較能夠讓你們理解說奧利給在講什麼事情 大概這樣 縱使沒有抓這樣 抓餘生的話 你會得到這樣 來 來 我們在大疊前會觀察什麼事 這個是 這個是 有沒有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經驗不要畫到 這樣你們再看就比較清楚一點 在相對格局的 做多 尤其是做多 你真的想做多的 在他相對格局的下 這個V轉 這個V轉不是我們能夠吃到的 但是我們身為韭菜我們能吃什麼 吃這個在相對下 你這樣橫盤 橫橫橫橫 都是我們要注意的 有沒有 這樣橫橫橫橫 或者說下去再收上來 這東西 做身為一個韭菜應該注意的 這個業務行為 如果你真的喜歡做多的話 那做空的 一樣 這邊 東西你完全不要碰 就等他這邊主力支給你看 然後在這邊看 看他好像高不過高 然後整個下來 又收在這個 520之下 你在打空單都會比較好打 也比較容易有利潤 中間怎麼拆 那個是建議真的不要 你看現在要收回來 做多的 可能獲利了結的 可能大家都在這邊等了 等他看夜盤有沒有走來這邊 對不對 一樣 盡量是不管做多做空也好 方向抓好 坐一邊 然後觀察他凸出來的龜頭 下面再打上來的 龜尾巴 還是狗條都可以 有觀察到這樣的格局 你都可以跟著布局看看 因為 因為什麼 你看 在相對位置上緣 一個主力告訴我們上不去 兩個主力告訴我們上去 1234567 7個K線代表7個兄弟 7個主力跟你說 我不讓他上去了 那相對下緣呢 這邊 1234567 也有7個兄弟 這邊剛好都7個 對啊 有7根K線 告訴我們 我不讓他漲了 或是我不讓他跌了 然後呢 然後就發生格局內的雙八行為 來到雙八區 所以你建倉的位置 盡量去調整你的交易習慣 跟那個 跟看格局的 方法 方法不知道的多看奧利給的影片都有強烈的建議 你要怎麼看怎麼做 你就跟著做看看 應該都會有不錯的利潤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 看完以上的格局 接下來就是進入交易策略的階段 分享 就是我們在面對投資市場的時候 你要把會遇到的狀況分析出來 簡單來說 不是輸 就是贏 輸贏的機率呢 各佔50% 那我們再把這個50%的狀況 分成以下四種 那就是 大賺 小賺 大賠 小賠 那你再把這種 這四種狀況 除一次的話 就是各有 25%的機率 你會遇到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再 把跟可以控制 跟無法控制的狀況 區分出來 比如說 以賺錢來講 大賺跟小賺 只能看運氣 我跟你說 你完全無法控制 真的只能靠運氣 那賠錢的狀況呢 大賠 看你自己 小賠 也看你自己 這是保證 完全控制在你自己手上的 你沒有聽 你真的沒有聽錯 你只有 要賠多少 是你自己跟我們自己 能夠去控制 既然你知道 在投資市場 會發生的狀況 只有以上四種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把這四種狀況 做一個 刪除法 我們既然只能控制 小賠 跟大賠 沒有錯 那就是把 大賠刪掉 這樣就變成 你在投資市場 會遇到的狀況 來講的話 你把大賠 拉掉 大賠要怎麼拉 就是所謂的 停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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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停損失真的很重要 最重要 所以講三支 那當你可以控制到這一點的時候 就恭喜你 明天以後 你在投資市場 會改變成 你會遇到的狀況 只剩三種 就是 小賠 小賺 跟大賺 然後你在把這三種狀況 去做一個機率的換算 結果就會變成怎樣 小賠 33% 小賺 33% 大賺 33% 這樣機率就會變成說 賠錢的機率 你在投資市場如果有 有遵照這個原則去執行的話 你賠錢的機率 就是只有三分之一會遇到 那反之呢 你賺錢時候的 狀況會變成多少 你沒有聽錯 就是三分之二 比率為 百分之 66 所以看出格局的目的就是 就是讓我們在 明後天 的格局 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參考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去擰定 我們明後天 如何去 執行 賠錢的 交易 計劃 然後再提醒大家 股票是天天有的 你不要怕 買不到 只怕你沒有錢可以去買 去練好你的 基本功 盡量做到 吃兩口出一口 抵單要流 上去 出一張 下去 買回來 養成你的 小賠 小賺 跟大賺的習慣 抵單留著 停損不來 你就給他 賭到天花板 雖然有的時候 賺的錢 你看他點回來 會捨不得 但是我們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說 你才會有 長線 賺錢 凹單的計劃 這樣你每天就會很有參與感 而不是在 雙扒區裡面 去扒來扒去 或者是在旁邊 只能跟著看戲 對 以上 就 簡單的 分享 感謝各位的 觀看 之前的影片 也很重要 建議你 從頭到尾都給他看完 你一次看不懂真的是看個100次 讓他循環播放 你才知道說 韭菜是怎樣被 收割的 那 喜歡影片的呢 再勞煩 按讚訂閱加分享 歡迎你們在影片底下留言 如果說你有想要了解的標的物 可以為你免費的建議以及分享 跟你保證完全不負責任 要賺多賺少 盈虧自負 自行負責 最後祝福大家 看完沒有訂閱的觀眾 祝福你買的標的物 每天都漲不停 有訂閱的觀眾喔 也祝福你買的標的物 每天都漲停盤 以上 謝謝各位